大家好 受出你的20歲 20年前 我的媽媽 不是 不是 你的已經噴噴噹40年前了 對 我哪有對我來講40年前 40年前了 對 歲月不大一點對不對 那時候老佛爺都還在 對 今天我們都恐怖了對不對 人生有時候盡量不要回頭看 我們就盡量往前走 不行 我們今天就是要回頭看 而且回頭頭過去看會嚇一跳 對 生命當中就如同 我常常講的就是 每一個階段裡面不斷創造你的高峰 OK 不過人家說這是你的巔峰嗎 No 這是我的迷程碑 你的里程碑…最後墓碑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至少到時候那個墓志明會寫得很漂亮 對 然後我們每一位這個 藝能界的好朋友 來聊聊20歲那一年 對 當時他們在做什麼 長什麼樣子 對不對 來 第一位歡迎我們潘若迪老師 歡迎 今天超可愛的 是用當時的照片的樣子 20歲那一年多開心 來 天啊 當時會穿這樣 當時就是因為這樣穿的 你當時就不老土咧 真的嗎 就不老土 就是時尚的意思嗎 沒有 那個時候 他跟現在穿得差不多 差不多 其實你們發現一步土過來 對… 當時就是因為在跳舞 所以說其實你還是走在那個時候 當時的時代的尖端 在那個時候是 你現在可以找到以前的 最強舞團 City Dancer 以前我叫City Dancer 那個時候穿的衣服 其實跟現在是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可是你會發現其實 風水是輪流轉 轉了一圈之後又回到現在的樣子 對 流行就是這樣嘛 一下流行一下復古 然後又回來了 憲哥曉得嘛 我們以前穿那種Cone Blanco 記不記得 有… 以前穿然後穿一個那個 三五的襯衫 上面還擺一包香菸 那個學校讀高中的時候 我們都要去做褲子 對 A B 對不對 人家發…學校發了 哪邊穿那個就塗掉 怎麼可能穿那個 不可能嘛 塗掉了對不對 還分叉耶 你幹嘛改 你又不會去學校 不是… 我們… 你又沒有再去學校 你改來幹嘛 偶爾… 偶爾在學校你還是要秀一下 沒有 開學要去啊 對啦 開學 那個褲子旁邊有沒有 這裡還有裡面 要開叉 不…裡面還有可以打開的 對啊 就是裡面可以開叉嘛 然後裡面有黑色的褲子 像那個傘蜥蜴 裡面有多一塊布的 對…紅色的底 對 而且以前一定是高腰 什麼時候還會再流行喇叭褲 一定會 現在…對不對 現在Right now又流行喇叭褲 所以你看這個就是真的是 創新… 就是無法創新 那你就復顧 對 所以以前那個時候的舞者 那時候的舞者 是最創新 所以很多的這個學的 就一般人外面來看 都會看我們怎麼穿 現在我們這個年代 跳舞的時候都喜歡穿寬鬆 可是那年代 穿這麼緊的褲子好跳嗎 其實那個時候 對啊 什麼劈腿啊 那個時候流行的是AB褲 所以穿B褲雖然是很崩 可是沒有關係 忍著就過了 人一忍 馬上就過了 帥 對 不要動 就過了 我跟你講穿得很不舒服 但是還是要帥 當然 帥是最重要 帥太重要了 我們到台上 因為當初就是被別人排擠 因為太強了 CD dancer太強了 前面一組人跳完之後他會 好熱 他就水這樣倒 他就這樣 然後地上就濕了 濕成就 對 等到歡迎CD dancer一串 每一個都放出來 倒 滑出去 一個姿勢不動蹲地 就是定住 別倒都要擺姿勢 對 好突然 起來都一定要 開玩笑 隨便轉 就一個姿勢 對 講兩句話 郭富城那個 郭富城那個潑水的時候 你們幾歲 你說廣告嗎 對 我們好像 郭富城 郭富城 我們就五六歲 我們認識的郭富城是我愛分享 已經是現代了 對啊 我拍MV的時候 還模仿郭富城的頭髮 就MM型的 真心幻覺情 有啦 有 我們已經找到 那是79年 民國79年 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因為講到四年前的時候 我們都感觸好深 就我們兩個是同學 為什麼我們一直聊郭富城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幹嘛這樣 你不要這樣 我也是跳郭富城出來的 好不好 我們當時也是對不對 你愛玩 而且我以前 我跟你講 我以前跳郭富城一次就很特別 真的很特別 那就是因為我們去做一個 好像是一個建案 一個台中非常漂亮的建立案 工地秀 對 就那時候叫工地秀 一跳起來就要衝出去了 對 一衝出去 整個我是直接衝到台底下去 因為它是壓克力的地板 所以它有暴雨的 就直接下去了 然後三個在台上跳 四個在台上跳 然後郭富城自己在台上跳 就會這樣 他叫我再上了 我就直接衝到台上去 他叫我再上了 我就直接衝到台上去 我以前跳過他們的 那個年代流行者 除了衣服之外 他其實還有一些所謂的行當 把妹一定要有這些東西 開玩笑 你看看 好 好 明流 大家以前勝成 好帥喔 這個時候已經是少年隊的時候了 少年隊那個時候流行 有一個叫色獅子隊 裡面有一個叫本木雅虹 對 有沒有 他們說我講得很像他 而且以前流行的摩托車明流 我想大家都知道 對 但是明流可以弄成這樣漂亮的 沒幾台 要蓋來蓋去 以前的這個明流的板子上面都寫 什麼意思 因為以前那個時候都是日本的東西 流行日本的 日本高校服 我們以前穿日本高校服 帥到一個 每天這樣衣服穿到一個不吃飯 我跟你講 老師 你以前會用擋泥板嗎 就是明流的時候 以前那個時候沒有在擋泥板 沒有擋泥板 沒有擋泥板 對 沒有在擋泥板 因為女生會坐後面沒關係 對 對 他們會擋 對 他們會負責擋 而且你看那個時候以前 而且流行喜美 喜美 喜美也把它改成這樣 喜美也是要改車啦 對不對 裡面不得了 對 怎麼啦 只載一個人 就是駕駛座而已 其他裡面是防滾輪 防滾輪 防滾輪 又副駕的椅子 早就拆掉了是放什麼滅火器 後面是防爆油箱 那個時候就是所謂的 大家熟悉的Kiss Disco 我們去Kiss Disco出來 開心的 因為我們以前很會跳舞 每次去跳舞甩的弄的 開玩笑出來就一堆跟著 好 就一堆 一次散了三個妹就上來了 對 大家以前很流行就是北海 十八王宮去 北淡金公路去 陽金公路回來 多開心 大家一上車的那一剎那 全傻了 女生都傻了 為什麼 因為沒有坐墊 全部要跟掉臘肉一樣 抓到那個欄杆 蹲在那邊一路蹲到那邊 搭公車 這樣子喔 找個地方蹲著就不錯 對 你就蹲在那邊 然後就抱在那邊 但這樣子算是帥的嗎 這樣子要很帥 帥 但是還要忍住 他也要忍住 但到大都路他就吐了 對啊 因為車子硬要忍住 高…到那邊都吐了 這個現在今天沒有這些東西了嗎 沒有啊 連聽都沒有聽過 憲哥對不對 我們以前那個時候 書包又要特別的長 泳這樣這樣 20歲的那個時候 天母游泳池憲哥知道嗎 對 我知道 一般人講不太適合 因為那個時候天母游泳池 是台北市最大的游泳池 好像是這個棒球場那裡嘛 對 帥對不對 就只是去拍照的 對 可是你的腹肌怎麼練得這麼好 那個時候就是這樣 中城路… 中城路 中城路對 中城路上面 因為有可能它是100公尺 然後標準池 很漂亮 有錢 到聲 走…睡… 到這邊就不再動 對…擺Pose… 對 不怕水 反正擺好Pose就對了 對 那時候一定要穿這種對不對 Spido 因為以前 對 就是Spido 對 就是這樣 然後女生都穿這種 它不是筆巾 那是從這邊連到這邊 沒有任何一個縫隙 對 對 它又荷葉邊了有沒有 對… 感覺是在水上打蓮花做有沒有 對不對 以前那個年代真的 你可以看到臉頸部以上 那是有福報的 很少弄出來 對啦 你平常看不到 這個我們已經真不容易 而且那個時候 那個年代的身材就是這樣 非常厲害耶 沒有變過 因為吃了40年 說真的 有沒有變 沒有 通常那個年代 我們能夠吃的地方 就是在萬年的地下室 對 地下室 萬年地 有一家窮方區的涼麵 開了60年了 它就在 就是因為學生沒什麼錢 樓上有一個今萬年冰宮 溜完冰刀之後 去樓下吃 萬年冰宮 對 還有墾丁牛排 你不要看 就是約會的地方 對 我以前就是 專門在冰宮裡面溜冰 因為我是魔鬼兵團 我會溜冰刀的 還有魔鬼兵團 以前那個時候 有一個名字叫 魔鬼兵團 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冰 那時候是 聽說 也可以簡稱 萬年冰 而且你要把那個冰刀 就是掛在脖子上 對 兩隻綁在一起 對 兩隻綁在一起 掛在脖子上這樣子 人家說 這個就是一定很會溜冰 厲害… 好 厲害了 這是我們這個 潘老師 二十歲 二十歲的那一年 來 看看沈士鵬 好不好 來… 好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很實際的理由 你知道有些新聞 在綠媒是看不到的嗎 沒關係 綠媒不報的 中天買報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用真相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多一份力量 освещ長不足 快點 快點 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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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